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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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要说和所谓的歌星相比 那肯定算过无人问君吧 但你仔细听听这首歌 一个人活着 更主要的是价值判断 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通过自己用心的去体会 然后选择好的事物 去不断的接受 你就能提高 如果人云亦云 唱 说实话呢 因为今天呢 在朋友圈里边 在群里边分享了很多 在东北发生的这个交通事物 其实所有人都是为了回家 我说过 在当今的中国 普遍意义上 能够被称之为 信仰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 就是春节回家 这是万千中国人 内心当中 一个共同的信仰 还有一件事 告诉他们是什么 告诉他们 就是钱 如果说 能够天天跟家人在一起 然后又能有钱 那我觉得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 两大信仰 同时在握 应该是被称之为 幸福的生活 当然了 如果你还有更高的追求 就是通过你个人微小的力量 去能够给他人 带来更积极的 一种生活感受 带来快乐 其实呢 给人带来快乐 并不容易 这件事情其实很难 我个卫视的春晚 我也跟着看了两眼 正好有一小品 你说是小品也行 你说是相声剧也行 你说是活报剧也行 反正五六个六七个人在台上 叮光五四的说了半天 也说不清楚 他们要说什么 底下人的乐呢 也有真的很开心的乐 也有呢 很 就是很难受的一种 你不乐吧 不好意思 你明白吗 也有呢 面目 冷漠的 所以想逗笑人 其实并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比啊 比让人哭难 让人笑 比让人哭难 让人哭 你编一个悲惨的故事 配上一段音乐 就大差不差 就有人呢 他比较脆弱 所有的眼泪 你看上去是为别人流 其实都是为自己流的 你不信你问他 是不是 对吧 所有的眼泪 其实都是为自己而流 因为每个人生活呀 也都不容易 所以呢 他会有一些 内心很酸楚的部分 一旦啊 感同身受 或者说是 受到了某一种刺激 他会自觉不自觉的 为自己的 这个内心 所承受的很多东西 流下热泪 因为平常 你想一年到头 是吧 生活 工作 各方面的压力 也不好意思啊 哭 对不对 那么正好呢 借着油吧 别人的事 自己哭一哭 所以呢 哭啊 让人哭啊 并不难 让人笑 难 但是你要说 让人笑 说 说 这有那么难吗 你也未见得 是吧 你装个风 卖个啥 对吧 也可能有人就笑 当然那笑是嘲笑 还有一种 就拿生命去搞笑 就我头两天发的一个 俩哥们是吧 绑着很多闪光雷 对着 二三十米 光光打 说句实在话 真挺刺激的 我在想啊 这个活动啊 未来可能 在春节期间 套上那个 那个 呃 就是骑摩托车的那个 是吧 穿上那种 就特制的 防火的 那种服装 是吧 哥俩拿这个干 我觉得到比那什么 匹克博什么的 什么 那个 真人CS 我觉得要刺激 真的 但是前提呢 得一定要保证 人身安全 这个生意 谁要做 我去 我肯定去玩去 首先来讲 就是冬天 然后快过年了 就拿着鞭炮 光光打干 又没有人身的这种伤害 我觉得这 这买卖可做 真的 这买卖可做 啊 哎 那么 其实今天晚上 也没什么主题 你要说再聊聊足球吧 也觉得特别没劲 一年到头就聊 这足球 当然了 你要说聊聊风吹来的沙呢 也不是说不行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大过节的呢 说那种 比较这个 沉年的往事呢 好像也 也不是很对路 是吧 所以我接着就是 发一趟短图 说 聊 能继续聊就聊 聊不聊 刮叉已关 也无所谓 是吧 反正 我总是觉得呢 可能此时此刻 还有很多赶路的朋友 在火车上 是吧 在飞机上 在自驾车上 在这个公交车上 等等 那么 就祝他们一路平安吧 咱们再听听这歌 用心去体会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 这是一个挺好的歌 用心去体会一下 的 是吧 我们的 音乐 也有什么 的 想要看 想要看 我 在这 想要看 一年等 一句吻 一个眼神 这个冬天不再那么冷 有你我不再是一个人 只为爱打开了一声冷 不必跟 不必问 只要眼神 冬日暖风 让我一起回家的一车 爱是高端 你是最心人陌生人 一路顺风 分下一期回家的吻吻 不是一人 你是最短暂的一家人 这个冬天不再那么冷 有你我不再是一个人 只为爱打开了一声冷 不必的 不必问 只要眼神 冬日暖风 冬日暖风 分下一期回家的吻吻 当日暖风 你是最关键的一家人 对 这就是这首歌 我一直在说什么是好的音乐 你可以从音乐的属性 包括演唱 包括方方面面 配器 编曲 去评价一首歌 这当然是一种标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真正能打动人的 真诚的演绎的 所有的音乐 我认为都是好的音乐 当然了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价值的判断的混乱 就是根本也不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然后就是 大家说好就是好 大家说坏就是坏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人选择什么呢 他其实并不是为自己的内心所选择 他可能呢 是为了别人来认可他的选择而选择 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 你比方说有的人 在出国了 是吧 那别人认为啊 出国好啊 他觉得 其实他可能 未见得很真正的 适合那样的生活 对吧 有的人呢 可能就觉得 我创业了啊 创业 别人觉得我创业有 有这个 有志向啊 但其实他那个性格 个性 他可能也不适合于创业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 所以就是这样 其实人和人最大的差异呢 其实你说能力有差异 或者是 生活背景有差异 或者说是 运气有差异 其实大部分人 90%的人 最终这种生活的差异 其实是 是 是自身造成的 你比如说 有的人 他可能有自己 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 那这样的人呢 他不断的选择过程当中呢 他就能够 基于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然后去选择 有的人呢 他就这方面 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他选择起来呢 要么是选择错了 要么就是很被动 要么呢 也不适合于自己的选择 所以最后 你想 他有 有的人老选择正确的 是吧 然后有的人 老选择 不对品的 不靠谱的 那你说 这逐渐逐渐的 一个选择 差异这么大 另外一个选择 再一个选择 无数个选择 最后就变成了 可能有的人就在这儿 有的人呢 就在这儿 是吧 我们并不是说是 这个这个说 社会分等级或者阶层 但是你不得不说 就是你想拥有什么 你就去追求什么 对不对 以这一个共同的标准 你想过什么生活 你没过上 那就是你就在这儿 如果他想过的生活 他过上了 他就在这儿 对不对 我们只能是这样 说我在这儿 我也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另当别论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真正的差异是在这儿 所以你云云众生 你每天都能感觉出来 就是有的人 其实他活着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价值判断 对吧 那么所有的选择 也不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那这样呢 你说活着是活着 但是有什么改变呢 Something must be changed but no change 啊 OK 手伤的尾巴 我不想去触碰你 伤口的巴 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 爸妈 爸妈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 为我打开啊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爸妈 爸妈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指挥歌唱的傻瓜 爸妈 爸妈 你睡吧 睡吧 我会悲伤 记得离开北方 爸妈 爸妈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强确着忧愁的孩子 爸妈 爸妈 你睡吧 睡吧 我会卖掉我的房子 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 我会找到我的天涯 我会找到我的天涯 你睡吧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睡吧 我们有一个日不落群 40多个国家 在40多个国家遍布五大洲的 现在已经是430位朋友 在那个群里 这个群的最多呢 只能是500人 所以呢 要按这个速度 可能正月15之前吧 基本上就500人凑齐了 有美国 加拿大 然后日本韩国 欧洲一些国家 非洲南亚 俄罗斯什么等等 澳洲新西兰等等 这群呢 就是24小时永远都有人说话 你比如说这个下午的时候呢 美国那边要睡觉了 然后西欧那边起来了 接着接着聊 日本韩国呢 跟中国的作息时间大差不差 所以呢 这个我们 这里边的这车友啊 日不落车友就提议 说呢春节呢 一会唱一首歌 就唱这斑马 开头结尾 是我唱中文 中间歌词呢 都是 他在哪个国家 他就用哪个国家的语言来唱 最后十几个国家的语言 现在正在合成 希望这首歌呢 能够 能够这个 给大家带来一点心意 那点心意啊 原来这个群里吧 就是你在哪个国家呢 你就使用哪个国旗 后来我今天的提议 我说这样 我说因为你看 一会儿美国 日本 英国 澳大利亚 这国旗乱飘 我说这样 我说咱们啊 在你所在这个国家的国旗前面 都先挂一面五行红旗 我这个倡议 马上得到所有群里边的 这些朋友的 这个响应 马上 就是你会一看 就是一个人呢 就前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然后接下来 比方美国 中国国旗 日本 中国国旗 澳大利亚 中国国旗 新西兰 中国国旗 法国 因为想用这种方式呢 提醒所有的朋友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是中国人 我们大年初期 二月三号呢 飞日本 飞日本啊 飞日本呢 去参加这个 日本的一个 幽巴的国际少年足球这个比赛 现在呢 日本的朋友 已经至少有五位 将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还有老婆或者女朋友 要到现场 给我们加油煮杯 当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聚会 然后我已经决定 当天晚上 凡是在大阪的 这几个车友里边的朋友 到我房间 我们开一直播 我带着那广角 大差不差的坐在一块 聊一聊 聊一聊在日本生活的感受 关于日本足球 因为这些车友 他们也有孩子在日本 接受情绪 一块呢 来聊一聊 将来我走到哪 我说句实话 就是这一直播 这发车以后 在国内呢 一般来讲 我是走哪都有朋友 而且有到机场的 有到火热弹的 是吧 还有直接敲我们 进我房间的 这都有 一块唱歌的 延编的什么的 延集的 一块这个聊天的 这都有 现在呢 有了这个群 我基本上到 因为反正它遍布 四十多个国家嘛 而且都是基本上 是比较popular的国家 你要说耶路撒冷 现在还没有人 对吧 法属贵亚那 也没有人 但那地方 我也不会去 对不对 巴勒斯坦 现在还没有人 但是一般的国家呢 应该都有 车友 有点他相遇故知 这种感觉 所以呢 这个 献给这些朋友 一首歌 我来到 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想想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抬着笑脸 回首寒暗宽 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是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不再去说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听是吧 是不是好听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好听 好听吗 好听吗 来来上来 上来 来上来 上来 好 来上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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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来上来 来 给个面子 来 来 就在这儿陪伴 就在这儿陪伴 来 上来 上来 好的 我给你爱 你总是说不 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 那一种情 永不着付出 如果你爱 就爱得清楚 说过的话 和走过的路 什么是爱 又什么是苦 你的出现 是美丽错误 我拥有你 但绝不是幸福 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 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 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 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 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 无中的梦想 不是归宿 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 我等待着那最后孤独 你的柔情 听说以前改编了一首歌是吧 大差不差 是吧 其实这都是我在那个春节啊 不是春节 那个元旦 元旦那天的那个说唱会歌是吧 好久也都不唱 还不睡觉 还不睡觉 快去睡觉 快去睡觉 你得扣那个底下 你得扣那个底下 我给他们看一眼 就我家老大 今天我们去抓的娃娃 你去睡一样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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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听说 寂寥的时后 总在窗前 幻想又美妙的缘分出现 日复一日 哭中又天 傻傻的期盼 四季轮回变迁 笑看风雨泪点 依然坚守最初试验 从不曾改变 那天你经过我的窗前 长长的头发巧立的脸 我若无期时已开始现 心却为你留恋 船而将离开港湾 我终于不顾难堪 鼓起勇气大声呼喊 请不要走远 你可知在你转身回眸的一瞬间 窗外已经盛开了白玉栏 你可知在你向我微笑的一瞬间 你可知在你向我微笑的一瞬间 灿烂的晚下映红了半遍天 寂寥的时候坐在窗前 幻想又美眸的缘分出现 直到迎来你美丽的笑脸 我从此不孤单 不孤单 我从此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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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从此不孤单 让我再看你一眼 从南到北 像是北五幻路 蒙住的双眼 请你再讲一遍 我从此不孤单 让我再听一遍 也会随碎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纪念你 让我再唱一口秋天的酒 因为夜深了啊 没法大声唱 我说我说我别着急 等春天啊 等我搬了新家啊 我把那地下室都给盘下来 我买了一个五米八的五米八的一个长条桌 以后这开场特别有形式感啊 一个是有开场音乐 那镜头是怎么运用的呢 我把这个手机呢 绑在一个遥控器车上啊 那遥控器车呢 放在五米八之外 哥们手里面拿着遥控器 这边呢 咔咔咔 灯光声光电子 你配合之后 一摁遥控器 那镜头是这样 就这样 抓娃娃 今儿我抓了四个 六十多块钱抓了四个 我现在知道了 抓娃娃不能抓头 你别看大的地不行 啊 大屁股 什么脑袋 这都抓不着 啊 你就抓他那四只 啊 抓那四只 你比方那小黄鸭 你老你觉得那大 你没用 你抓那小黄鸭 是吧 你我告诉你抓哪啊 抓这 肯定不行啊 不能抓这 抓哪呢 抓这 抓这屁股 明白了吗 正面不能抓 就躺着的 仰面朝天的 这你别抓 明白吗 这么抓他根本就搂不住啊 倒着的 明白吗 就这种体位 不是就这种姿势的啊 就这种姿势的 你别抓脑袋 没有用 抓这 啪一挂 去试吧 好吧 去试啊 这个2月7号和8号的就有这亚冠的这个附加赛了是吧 先上岗后生花7号8号我正好在日本大阪 但是呢 我可能会通过章鱼来解说 因为章鱼这个软件的反正在世界各地你只要有个电脑 对吧 然后就可以解说 所以现在今天联系 可能我7月8号晚上 和 不是不是 2月7号晚上和2月8号晚上都在日本大阪来解说呢 这两场亚冠的附加赛 好吧 我在耳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冲锋十里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这水马龙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歌 留在山河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歌 留在山河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会 然后我会呢 在在我们新家的地下室 我要装修出来一个音乐间 买几个大音箱 买一把电吉他 买个这个工放 完了 这边唱唱 这边说的差不多了 直接镜头 转到那边 拿电子 拿那个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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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碰背 墨巾 按一个 via 소 调 很巴 是吧 找几个托儿对 这有人留言找几个托儿 都没电了啊 咱就聊几小时 咱就休息 因为今天也没什么主题 就是过年了 小的时候过年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此时此刻 如果说退回三十年前 三十年都不值了 四十年前吧 四十年前 当时我在东北 那要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热闹了 但现在呢 确实过年没有这个年味 但是呢 在一些这个可能 传统文化还是比较 保留比较多的地方 你比方说广东 我相信比方善美 我们去的善美 那过年的气氛还是可以的 五五湿的呀什么的 灯笼啊什么的 这些 但是现在这北京 说句实在话 真的 我今天为什么说 我带着老大出去买点东西 买点 还差点年货 买点年糕什么的 然后在那商场里边 门可罗雀 八十多钟 没什么人都 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抓几个娃娃 买点东西 完之出来了 出来了路上 看有卖烟花呢 门可罗雀 也没人卖烟花 整个这条街上 就那一个 点卖烟花 头几年呢 还四五个 现在就剩一个 也没人卖 然后呢 我一看这 这没情绪啊 我在车上 我跟着一块唱唱首歌 老大给录下来 发发的微博上 我其实就为了活跃气氛 结果有那么三四个啊 特别不厚道 爱他 北京交警 哎哟 我说你啊 真他妈 你说你这人活着 还有意思吗 你说 首先来讲 没说 交规没有说 开车的人不能唱歌 对不对 你说的对不对 你要说是我 我开车 我自己录像 那你说我可以 对吧 我唱歌 我单手扶把 谁说开车 必须得双手扶把 也没有说 对吧 我单手 对吧 你你我单手 我这个我这手 我我这样不行吗 我嘴里边唱歌不行吗 你给我爱的北京平安 交警 你说 我去你吧 我全给拉黑了 就这不厚道的 你也别在我这看 对吧 人呢 人得厚道一点 对吧 你要说是我罪驾 是吧 我毒驾 是吧 我车上 我跟我讲说 我车上即使有毒品 也不是我的 明白吗 我有枪 也是合法吃枪 明白吗 中国人得帮中国人 明白 我是祖国的宝宝 明白吗 你得这么说 明白吗 我一定会还我清白 你明白吗 我是祖国的宝宝 那么可笑 是吧 对 明天呢 大年三十 我发现呢 今年的这个春晚呢 是关注度最低的 到现在为止 我就 以往年可能还有点什么 透露点风声 什么传出点录像 然后大家还讨论 谁上啊 谁不上 对吧 我看这个就是 也就是一帮粉丝 我说 唐烟和罗进不上了 你粉丝闹 哎呀妈不行啊 哎呀我天呐 你个死鬼啊 你不让他上啊 你死鬼啊你 我去你 行了别闹了 哎呀 差不多就得了 真的 哎呀 我说你 他上不上春晚 他是你偶像 你也 也就是你偶像 那不上也就不上了 哎呀 是吧 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听说这个 曹云定啊 不是 曹云金呢 曹云金呢 说是要说一个相声 跟足球有关 疯狂足球迷好像 我看了网上一截图 我我我我 我给鉴定一下 啊 这个曹云金呢 应该讲 有我几面接触 啊 呃 反正 聪明 嘛 也是也是说相声这块料 啊 是非非 我就不管了 反正也没什么交情 明天我看看 啊 看一看这个 看一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疯狂足球迷 啊 这相声怎么样 是吧 好 好不容易 说有点足球的内容了 以前上春晚 足球全都被挤了的 对不对 是吧 那几个 破 破他们像是 小品演员 你没事 孙子你会看球吗 你懂什么叫足球吗 你这那哥的 你没事 你在段子里面 你挤了挤了中国足球 你你你 你拉裤刀吧 你 叫你 说那些破破 他们像是 我就从来都没乐过的 你行了 别闹了 真的 下不多得了 懵懵傻的就完了 真的 大傻的 哈哈哈哈 乐巴子 就乐了 你还装疯卖傻的 就现在 这些说相上的 真的 装整个 装疯卖傻的 大哥 你不 没有伦理包袱 你能斗笑吗 你一天到晚 那你那像里面 不说点狗 不说点狗 你儿子 你是我爸爸的 你能斗笑谁呀 孙子 别扯王八 毒了 还挤到中国足球呢 你比中国足球差远了 你 真的 这些王八 毒了 扯王八 说职业球员 对吧 几百个里边出一个 说惊虫上脑的 喝多了的 想干点嘛 这不很正常吗 聊什么 有什么可聊的呀 我就不明白呀 就把这事 说句老实话 你关心这个事 我都明白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你不就是想一天 恨不得你以前也曾经想过这个 也把女孩带车里边 也想干点什么 最后没干成 完了 他干 他也没干成 完了 你关注他 你看他判多少 完了 你根据他 这个 你未来 你也想做一做 行了 别闹了 没什么 况且这么多球员里边 就二三十岁的 说出点这个事 有什么 嗨 事成人不是 事成人就接受法律的 法官怎么说 就怎么说 就完了 整天到晚了 一会微博上也问 这也问 微信里面还传 你本件强奸未遂 哎呀 就这强奸未遂 每天的公司里边 都有这个事 别闹了 真的 关心点真正有意义的事 就这个算事吗 你说 对吧 你说你说 这算事吗 这个我不明白 对不对 你也喝多过 对吧 你说句老实话 你说句老实话 就没深究你而已 就完了 别闹了 你给评评 你给评评 你敢评吗 你评评 评你大爷 别闹了 就这样破事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明白 你要说你强奸未遂 我给你评评 还行 哎呀 真是的 真是弄不清楚 尹鸿博 我都说了 挺好的 二十八岁了 你还能干嘛呀 对吧 尋龙 今天有一个哥们 尋龙退役了 你还不说点什么 你真记仇啊 你不平平吗 我回答 我说兄弟 他不否认 没退役吗 你让我说个什么呀 张口就来的 我记什么仇啊 我跟这些人都没仇 对吧 徐云龙是怼过我 就因为我说 他跟告临那个犯规 我认为是有 是可以判点球的 他就不认同嘛 就这个 其实就这个事 没别的事 平常都不过事都 对吧 他进国安一队的时候 我采访中 也就点点头啊 或者是有时候 也一块吃过饭 那早年间 说没交情 也就没交情 对吧 你怼我 我知道你 你认为那是误判了 对吧 你认为你没犯规 告临假摔 对不对 判了一个点球 我说呢 你这个也有点 犯规的嫌疑 就这么一个事 你不懂球 不懂就不懂吧 对吧 无所谓 没有什么仇 他退役 我发张 专门我会发张照片 对吧 他对于北京公安来讲 那一定是个 旗帜性的人物 对吧 那一定是旗帜性的人物 是你说对魂什么的 咱也别 说实话 也别那么太渲染 对吧 你要说他还是对魂的 我中国中超解说 我还是说魂的 对吧 没有那么 也没有那么渲染 就是忠诚战士 对吧 这么多年 一直在为北京官打拼 那没有功劳 有苦劳 更忘记 确实有功劳 虽然也没拿几次冠军 对吧 但是呢 也确实 一直就效力这个队 对吧 但是你要说北控 或者仁和什么的 想要的 也有可能 因为毕竟这都在 得开发北京市场嘛 对不对 你要是住在中甲的 有一个徐农过来 那可能能带三五百 北京球迷过来看球 也是有可能的 是吧 我肯定会说 没什么仇 你别觉得 我在足球界 我说过可能 说过不少人 对吧 也评论过不少人 但是我没有仇 见面都是 你说那有什么仇不仇的 对吧 你说你说你说 我就不明白了 我也没有说黑你 我也没造谣 对吧 你说有什么仇呢 就就这个 我看那个爱帝 可能还是平常 经常看我微博 还真记仇啊你 你不学龙退役 你都不说两句 哎呀 真是 这没法呢 真的特别没法呢 无法呢 无法现在妹妹 无法呢 差不多就得 你说呢 没什么仇 有什么仇 所以呢 就是 今天凌晨三点四十 四十五 有曼联 我想起来看一看 但我说不好 能不能起来 一切看心情 是吧 看那个闹钟一响 愿不愿意起 起就起 不起就不起 连赛杯 也不知道出什么阵容 也不知道 这球怎么样 反正利物浦 我明白了 利物浦 这么踢 肯定是不行 曼城这么踢 肯定是不行 这个实话讲 你说利物浦 是摇滚足球 还是性感足球 是吧 你是慢 挂掉 你是高位逼抢 什么这 那后场轮换 你这么踢 不行 你这么踢 不是夺冠军的路 对吧 你玩票 或者是你舍生取义 那可以 但你这么踢 是不对的 当然你要说 你愿意接受 你想拥有什么 你又想踢得漂亮 你又想这个 那个的 那你就想法太多了 那这个世界 不是被你创造的 你要手下有个 梅西这 那个的 你还可能还可以 对吧 你当年的宇宙队 那你想怎么踢 就怎么踢 但你现在并不是 改了 换了战场了 换了球队了 你还玩这个 那就真的不行 对吧 所以呢 你像这个利物浦 这发挥这么不稳定 漫城人 几乎场场都丢球 还不止一个 是吧 摄政王 是吧 场场你就丢球 这这队怎么可能得冠军 这不扯吗 扯王不犊子吗 这不对足球最大的蔑视吗 说一场场军丢俩 球的球队 最后得冠军了 我说哥们 那你是玩篮球了吧 是吧 你对不对 这足球有它的规律 对吧 防守为先 对吧 一个赛季 想当年2005-06年 穆里尼奥戴切尔西 打这个英超的时候 全年丢了多少个球 我问问 全年 穆里尼奥第一期 戴切尔西 38轮英超 丢了多少个球 15个 对 你想想 38轮丢15个球 人家这是冠军的水平 是吧 你你你你你你 你那场军丢俩 一个赛季 恨不多丢四五十个球 你还拿冠军 你还要 别闹了 真的 差不多得了 真的 差不多得了 是吧 利物浦这样子 能把利物浦球迷给吓死 明白吗 眼球球就嘚瑟 最后就丢了 输了 根本不能输的 也得输 你说你这 库迪尼奥 不是 穆迪 不是 是库迪 库迪尼奥吧 是刚 刚续雨 完事就输球 你说这 没法呢 对吧 黄马 黄马 你说你前面玄学 38场不败 多少场不败 然后你这老 拉莫斯进球 这是反规律的 一个中后卫 老子在比赛 最后一分钟进球 你为他欢呼的时候 你应该后背发凉 因为这是反规律的事情 这是小概率的事情 小概率的事情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三把 全抓起来娃娃了 大哥 见好就走 因为你接下来 可能50把抓不着 因为这是小概率事情 你就别乐了 哎呀 我家又来了 来了 来了 我再往那边去 200多 没了吗 对不对 那年我们在 布印度斯埃里斯 那卡塞尼那船上 那哥们福建哥们 在那荡地的 哥们赢4000多美金 我说你赶紧走 你信我 我是研究玄学的 你信我 我祖国来的 对吧 你呢 我为你感到高兴 你4000多 今天就是你的日子 你赶紧撤就完了 没了 我再玩一会儿 那滴了个4000多筹码 一百多美金 赢了4000多美金 我说你这样 赶紧回去吧 你明天晚上 你买点多 你得吃多少炉煮啊 对吧 盒饭 你得吃多少哥呀 那哥不行 我再玩会儿 没事 董老师 你再等会儿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一会儿真来找我来了 后边拍我 我谁呀 董哥 能借我点钱吗 我说你那4000多 书没了 没了 我说没法借你 真的 借你多少 最后也是书 是吧 你这样赔法 所以有的时候 你把握这个节奏 人呐 一辈子就三件事 第一 知道自己干什么 第二 知道怎么能把这事干好 第三 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 今天我我逮 我花了五十块钱 我我六六来块钱 我跟我大闺女 我逮 又把那小黄鸭给逮上之后 我马上阻止了我大闺女 继续往前玩 我回家 爸 没事 咱们都能四 咱们再凑六个半打 我说不 不不 听我的 听我的 我是不是你哥 不是 我是不是你爸 是 那你听我的 咱们先回家 好吗 这为什么呀 玄学 等你再大一点 爸爸告诉你 玄学 赶紧撑 为什么 六十多块钱 抓四个爸爸 这就已经是到头了 不能再玩了 再玩真的 最后全 有多少 炫金多少 明白吗 所以就是知道 什么时候停下来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见好就收 对 说聊了张玉宁 我不知道啊 就当时 我 我说 从张玉宁 很好的年轻人 也有自己的特点 礼皮都夸的 中国最会 做球了 无球跑动的队员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他 有先天的 这个速度 爆发力 这方面的缺陷 可能 立足于 这种高水平的联赛 当中啊 会有一些困难 我说这话的时候 当时正好 张玉宁如日重点 一帮人骂我 你他妈懂球吗 你这 哪 就这 这中国之星 这将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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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大哥 哪去了 这 这些哥们呢 刚才骂我那些哥们呢 哪去了 哪呢 哎呀 我去 哎呀 没法闹 他在一个队 强队 围着他打 门前那一下 是吧 扒一闪身 咚一下 他多了不能行 他就两脚触球之内 他是好球员 你再多 另外一个 离对方 球门呢 在18米之内 他是好的球员 你要老在30多米 拿拿球 他就难了 因为他有一个爆发力 冲刺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弱 弱点吧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既然有这个心证 是吧 他19 20 能回来就回来 你说回来 上哪去打呀 到哪打 你打 你 你 全剑不是要你吗 你去没 手发 对吧 你手发踢半场 进不了球 换下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你先能打上比赛 你别老82分钟 83分钟上 你这比赛 要么是稳赢的 要么就是 死马当 克拉马一的 这比赛上去 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不明白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 你说 要不然就已经是2比0 引先了 让你上去 你进了他下场 他能用力吗 他还用不了 对吧 然后你说你 8分钟 给你 让你能扭转战局 你进一个可能还行 但那难度得多大呀 8分钟 8分钟相当于 5个币 得抓4个这个娃娃 可能吗 你说 你要不把那娃娃机 给砸了 从里边掏 可能吗 5个币抓4个娃娃 可能吗 那么可能 所以就别闹 是吧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这个现在呀 我觉得啊 通过这一直播呢 因为我比较完整的 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以前骂我那些人 咱至少他不骂 他不见得说 你说 你说的都对 他不在那这样 在这一点上 我说句实话 你们可能不愿意听啊 我认为北京人 就纯北京人 确实挺有面 有理有面 北京人以前骂我骂的多了 就北京所谓球迷啊 公体那波的 就是 你看那个微博的爱地 什么不是爱国安 就爱手纲 然后北京土著 类似吧 反正这些啊 就这些 反正你看着 一出现都成群戒队的 你明白吗 就是要转个微博 完了 后面有七八个 八九个 是那种的 你明白吗 就以前公知经常玩的 李开复转完了 李开复后面挂着潘石屹 潘石屹挂着任志强 任志强后边挂着 王什么分 王秋分呢 王祖分呢 王什么分呢 是吧 完了再加上 一几个什么 反正就是公知嘛 就是他一出都成串出了 就就就 原来就这波 你明白 贴把里边 到我那个 烧烤店 恶评见 就这波 因为他认为我黑过 是吧 但是后来呢 可能我这个一直播完事之后 我告诉他 你看我 我也没黑谁 我实事求是讲 对吧 另外一个 我这个人呢 你要说多好人 我不敢说 但我不坏 我不是为黑谁 我收黑钱 我黑谁 或者说我怎么着的 不是 对吧 然后呢 你看我也自己做清训 我现在培养都是北京孩子 对吧 在我的小球清训里面 都是北京孩子 我好歹 我这是 用我一己之力 我也在努力的 为北京足球做贡献吧 对不对 人家一看 原来他也没黑我们 算了 不骂了 当然咱也 外地人 咱也不理他 这叫什么 这叫有里有面 对吧 这是真的有里有面的事 有一部分 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 有一部分的地方 说句老二话 就这个 我就觉得差点意思 我不是地狱骑士 我就因为不同地方 有不同地方的人的特点 哪都有好人 哪都有坏人 但是我觉得人呢 可能不同地方 他有的就是真没理没面 就真没理没面 就我就 说句老二话 我心都掏出来了 我跟你讲 我不是黑你 我没黑过你 你无论你是江苏的 还是山东的 你还是上海的 我没黑过你 我黑你干嘛 对不对 你说我黑你干嘛 我的你说 你是北京球 我他妈是北京球迷 能北京的人 那么多人骂我 有病吗 不是 对吧 就这 你以后别黑我们了 你还这那 我一翻的ID 大哥你 行了 你别闹了 有一个幼儿师范学校的 我操你真选对行了 你我的 就你说这个话 你说你能上什么学校 你不就他妈幼儿 学校去吗 你不就最后 也就只能这样蒙孩子去吗 你能蒙谁呀 那我 我不是瞧不起 幼幼教的 我认为幼教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 但是这哥们选择的 确实是正确的 这哥们啊 因为他妈一共就这么大 就他妈这么大 一点都不夸张 我跟你说 你要说这么大 我跟你说 都是属于 你要说这么大 都属于是 属于是夸张 你要说夸张 肿大肿了 可能就比这个还得小一号 你知道吗 没法呢 你像这人没法救 真救不过来 我其实不是为了 让你一定要接受我什么的 有什么用 你把我捧上天 或者你把我踩在脚下 对你有用吗 没有用 我就是沧海一树 我就是 我的生活跟你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是希望 就是我在讲道理 你能听尽我的道理 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一些道理 未来你生活当中 你才能接受一些更好的道理 最后改善你的物质生活 改进你的精神世界 是希望让你过得更好 我都这么说了 对吧 你说你现在认识问题 永远就这么窄 你说你能活得什么好 方便面 吃完了吗 油都凝了吧 烟都抽到烟皮油 要烫手指头了吧 女朋友已经飞扬台上去了 手腹有了吗 我说的不是王剑林 五福齐完了吗 齐了吗 微信群里边 小红包的是你吧 你发过吗 是吧 差不多就得了 真的 为你好 真的 我来聊什么呀 风沙的故事 这么着吧 今天呢 反正也快过年了 我呢 就讲一段 好吗 这段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就跟你讲讲 在一个时代 然后出现那一幕的时候 就让我觉得 当时我是 就是 我瞬间有点穿越了 没有吗 我就穿越到 田城 不是唐城 李世民那几个儿子之间 赶杖 还有荆轲赐秦王 反正我觉得这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这意思 话说呢 1997年呢 我四月份呢 我是加盟了叫精品购物指南报 算不提这名字了吧 我就加盟了北京的一家这个报纸 这个北京这家报纸呢 当时呢 比较流行 一期能卖个16万到18万份吧 大概17万上下 我去呢 是为了什么呢 说要做足球 原来只有两个版 然后有时候经常会采访我 我也给他们写过稿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 就96年不是离开电视台了吗 离开电视台 北京有线电视台 然后呢 当时呢 我是一边给足球报写稿 一边做电台节目 来支撑我的生活 那大差不差 一月能挣个 就七年 一年初的时候 电台一次五百 四次两千 写稿能挣个三千多 五千万块钱吧 能挣个五千多块钱 当时 也够活 是吧 然后呢 后来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呢 这不是这个 就 就那什么吗 就 加盟了那个报纸 然后任体育部主任 当时呢 那个 那个报纸的总 叫社长 社长 年轻的 社长 然后问我说 你来这 做八个版的足球 你能让发行量多多少 我说 当时我一想 工体有四万球迷 经常干球 多两万 应该问题不大 我在那个会上 说 我说应该能增加两万 我看周围的有很多 忠诚领导干部 就是其他部的主任 你知道人呢 你看 就抽出 就抽出 那意思就是 别扯 我肚子拉股兜子了 就你 又弄点足球能多两万 你真敢说 你蒙傻了呢 吧 你看就这 你看没 然后 我就玩命 足了点人马 然后出了第一期 这个足球的这个专刊 然后 我一个人恨不得 写了四个版 然后 头版也是 观的一个什么 人的一个巨幅头像 结果 原来不是17万吗 那一期22万多 多了5万多 发行量多了5万多 这一举奠定了哥们在报社的地位 为什么呢 一个是 就是 就是公司 加上 加上稿费 还有好稿的 这奖金 一月挣7000多块钱 一月挣7000多 再加上电台挣2000 给这个足球报 还有其他一些报纸 写稿 挣个三四千 一个拿个一万多块钱 对 所以这是 我不是炫富 我不是炫富 是这样啊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一没偷 二没抢 我努力 你搞 那字不是说别人帮打出来 哥们 不是说躺床上那字就出来了 得写 那时候没有电脑 我也不会电脑 我就刀跟火中写 每天晚上都写稿了 对吧 你这样 你说现在 你说我买个房 买个车 就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四十多岁了 我快五十了 对吧 我干这么多年 我操 我再开不起个奔驰 我再买不起个房子 我都 那我白昏了 那你听我干嘛呀 大哥 对吧 那不是 我要是没有这本事 你现在在这干嘛呢 你说是不是 这道理是不是这样 你别 你别羡慕我 比我有钱的 有的是 你要在北京 太多了 这说句老实话 手里边握着两套房子 那上亿都有可能 你别闹了 真的 没有什么 你要说 你钱 别羡慕 关了直播 赶紧去挣钱 现在去火车站 趴火车 这时候没人 开着车出 没车 没车就扛大包去 别羡慕 别羡慕人 没有用 你要说觉得 说你还挣钱 你去挣啊 没人拦着你 自己去 现在关上直播 直接下楼就穿上我的大面袋 直接到火车 说我给你扛一大包 两个钱一次 去挣 这晚上能挣了七八块钱 回来 回来听个跑 听个跑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到了 到了九 九九年吧 九八年就过来了 然后到海耿 我说一采访 采访三十多天 你想哥们 当然也算小伙子吧 三十多天在外 一九九八年 我呢 自己去了 这个昆明 昆明呢 然后就采访 这中超的 当时叫贾A 贾A的 这个春迅 我住在银座酒店 到了这个 正好呢 是十职啊 这情人节 你想啊 就是苦涩青春后的骚动 正好有情人节 虽然说呢 在那儿呢 实话讲 也没什么情人 因为每天都写稿 采访来来回回的 穿梭在这个 这酒店和这个 海耿的这个 往返的路上 然后呢 这这故事 我其实我不是很想聊 因为他并不一定是我 要是我 我这个没什么秘密 I have no secret 我没有什么秘密 但这个事呢 是因为呢 牵扯到一个人 所以这件事呢 我就谨慎的聊 牵扯一个叫姬与杨的人 可能上海穷米亚 广的叫老鸡 但是在我眼里呢 他永远是小鸡 他呢 就是黑兽黑兽 他是宁 他是宁夏人 他是银川吧 他西北人 他不是上海人 他当时呢 反正在上海体育学院 学的是新闻 毕业之后啊 去了 当时应该叫新民晚报吧 还是上海青年报 他去了上海青年报 然后也一块采访 我们俩呢 反正因为什么 反正就是 还算头脾气吧 我们俩就 结为好友 然后呢 出去呢 基本上都住在一块 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 然后呢 到了情人节的晚上 我呢 是这样 因为我呢 是性格比较开朗 我呢 就认识了 这酒店的前台 一位姓张的小姐 前台 他应该是 他不是纳西族 就是景坡族 反正是一个少数民族 很周正 一身正气 然后呢 一米差不多 一米六六六六七的样子吧 很瘦 很周正 很周正 然后呢 平常呢 是因为我呀 发纯真 或者续防费 以及呢 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跟他有过一些接触 还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抬眼看我 有时候会焉然一笑 那时候变焉 有时候焉然一笑 因为什么 因为可能我说话比较逗 我也不是纯逗 我也不是为了逗他 偶尔的一些 一些话吧 就是 反正我觉得我们关系 还是比较猛洽 虽然说 我跟他在此之前 永远都是隔着一个前台 说话 隔着一个前台 但是呢 那天 情人节嘛 然后我说 你你你 你晚上值班吧 他说不值 我说那咱们出去一块 我去那儿逛过去吧 他说行啊 正好呢 我带你去啊 这昆明啊 这非常这个热闹的地方 我一想好 好 相对啊 八点钟啊 他下了中班 正好 我们就拿走 把哥们在大堂一等了 打出去 我就准备 打一车就走了我们 但是就在我拉开出租车门的 那一刹那 我忽然间想起来 楼上面还有一孤魂野鬼 啊 还有一孤魂野鬼 也就是说 鸡语啊 啊 所以呢 这件事我就只能说到这儿 因为什么呢 因为再往下说 就是非常痛苦的记忆了 啊 一般呢 我就一般 说点到为止 是吧 说到这儿 就就行了 啊 你也甭猜 最后什么结果 因为你也猜不出来 到了99年呢 我是报社的员工 就是优秀员工 优秀员工的组织去哪了 去美国 啊 有钱吧 哎 组织去美国 去美国之间不得签证吗 那那报社里边有一个特牛的啊 他那个报社是这样 这个小报啊 他隶属在一个大报 一个集团啊 等于这小报啊 大报 大报的里边有一些这个高层 小报呢 这个高层呢 在那边可能是个副职 反正类似吧 反正关系比较复杂 给我们讲怎么签证 说你们去美国大使馆 那哥们 那哥们挺牛的 那哥们跟那个董事长 可能是哥们还是朋友 反正 那哥们挺牛的 差不多能有这么高吧 第一次跟我说话 我说您 我说您那个站 您可以站着跟我说话 他说我就站着呢 哦 那行 对 对 他说反正那哥们挺牛的 那哥们讲啊 说讲他去美国大使馆签证的那劲 说 咱们中国人 咱们去美国 大使馆签证 咱们得啊 得那个 别哆哆哆嗦 你看我上次签证 我就带着我一防身的东西 带防身的东西 进安检的时候 说那美国大使馆那个 那内保 说不让我 不让我拿这个东西 我就跟他据理力争 我说我 必须我带着这防身的 因为你们这不一定很安全 后来呢 后来人家 还是把他给拿走了 特牛逼 咱们说的 我们也第一次去美国 因为以前都是美帝国主义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情况 听他讲 我们当时 大眼睛忽然忽然的 我说我这手段 我带不带你 我也放身的 实在不行 我就同归于心 开玩笑了 去顺利的签完证 然后呢 报个车有那么个 差不多二十来人吧 二十左右的员工 优素员工 我们就登上了 去美国的航班 到了美国呢 现在到了洛杉矶 到洛杉矶 洛杉矶 晚上没事呢 我说这 走在美国 这土地上啊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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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出哪啊 住那个酒店 Holly Day In 还什么印 反正是一个什么印 也不是很高级 我说在美国 咱们住的酒店 怎么这样 在美国已经算好酒店了 就这 就好酒店了 然后从那出来 洛杉矶 洛杉矶 我说旁边是公路 洛杉矶那高速公路上 它有一条一条的树纹 车走在上面 我给伤着防色滑 我看着挺新鲜的 然后往北走 哥们没事就往北走 看一酒吧 看一酒吧 在去酒吧的路上 我看见一警察 在夜里边 就是夜间嘛 然后在一个角落里边 暗中观察 在那暗中观察 一警察 黑人 黑警察 穿警察 把他手枪 暗中观察 哥们走到他旁边 我说 妈的 这他们会不会插我护照什么的 哎 我有点害怕 但是呢 我还是 去旅行的 我就走进了那个酒吧 酒吧 也没什么事 四美元吧 还是三美元 反正买了一杯可乐 但是坐 是个韩国人开的酒吧 韩国人 韩国人说英语 他们不如我说英语的 也根本听不清楚 小妹 看上下打了一番 讲的就是像惊喜善 但是呢 说实话呢 也说不出来是先天的 然后天的 也没多说话 我就喝了杯酒 不是 喝了杯可乐 喝了杯可乐 感受一下这个美国的酒吧 其实也没什么劲 叫中国酒吧差远了 而且中国酒吧已经开始 开始玩起来了 这怎么这么劲啊 安静 安静 没什么意思 我转身就回来 回来呢 然后呢 就是 从拉斯维加斯 奔拉斯维加斯去 拉斯维加斯 然后呢 就坐了七八个小时车 走进一片沙漠 然后呢 突然之间夜幕当中啊 前面一片灯火辉煌啊 就看好拉斯维加斯来了啊 我们那车啊 像从那个银河当中啊 不是从那个夜空当中滑向银河啊 走着接着就融在了这个拉斯维加斯 这个灯火通明啊 这个金币辉煌的这个夜幕当中啊 哥们就拿点美金啊 然后就去这个赌场 他们都玩一块的 我玩得太大了 玩不了一块啊 我这玩的就多少美分呢 反正是 八十四 八十八十八十 差不多吧 就是玩十美分的 那大概其实十美分吧 哥们儿怕扔进去 完了怕 拍 老鸡 一拍 三百二十倍 呱灯亮 我说这个 我听说这个一灯一亮的 应该就警察保护我呀 能够给我送回去 赌场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当时就是保安 保安吗 旁边那有一中国人 大哥不用喊 我说 您这个三百二十倍 八十美金 二十五美分 对我买二 我买二十五美分的 他说一共八十美金 我说八十美金 你不送我吗 对 对一万一万一万美金以上送 我说 那你早说吧 我听说这个一暴击了之后 就都送了 我当时我想 要是要是要是 要那个赌场保安呢 护送我回去 我那感觉 我那还是赢了八十美金 我相当于我今天抓四个娃娃 这种感觉 他一想不行 怎么着 来收钱来了 说那八十美金 怎么当时没交呢 然后呢 就是拉斯维加斯 当时啊 我这个妹妹 我亲妹妹啊 在那读这个叫 他除了MBA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叫读什么来着 反正他考了七百多分 反正自己考过去的 在西西纳提 叫西西纳提 一个上大学呢 叫什么来着 不是 不是 是一MBA 叫什么呢 寄卖的 寄卖的 对啊 就在那学寄卖的 妈 学寄卖的 然后呢 他听说我来了 他不会听说我来 他应该知道我来了 然后呢 他就去 我们又回到洛杉矶 然后呢 我妹妹就坐着飞机 也去看我 然后我们一块 因为好几年没见了 那时候也没什么钱 他出国也是 我跟我哥给他 稍微资助了点 然后他也没什么钱 然后也不是每年都回家 就跟现在日不落群里边很多 都四五年没回家 然后我们也有两三年没见 然后很亲切 然后请他吃顿饭 然后待了一下午 我们就逛了逛海洋公园 和我几个同事 还有女同事 男同事一块 最后呢 他说要走了 我就 我把他叫到一边 我就掏我的兜啊 我掏我的兜 我当时呢 是有一千四百美金 我当时是有一千四百美金 然后我说妹 我说我这个反正你也知道 我是稍微能挣点钱 但是你要说我全给你吧 你倒挺高兴 但是我不见得能够回去了 这样咱俩哥们见面 一家一半行不行 我就数出七百美金 给我妹妹 这件事情是一九九八年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过去了九八 两千十八年了 那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九九年九九年 那就应该过去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了 每到我们家里面聚会的时候 我父母都在 我哥 我妹妹 我嫂子 我媳妇 然后 然后我妹妹来什么 因为我妹妹在香港工作嘛 然后 每到此时此刻 你比方明天晚上 可能还会说出这件事 我妈妈或者我爸妈会提 说你看 你看你哥 你二哥 说当时 也没挣多少钱 但是去美国 见你 身上一千四百美金 就给了你一半 你看你们 说你看你哥对你 是吧 咱们家这几个孩子 不不玩说有没有出息 但是从来没为钱红过脸 谁我买车的时候 我差八千 我哥借我的 是吧 然后 我妹妹学习的 去求学的时候 我跟我哥资助 然后 我去美国 见过妹妹 或者一家一半 因为 因为 我把七百美金 给了我妹妹 以至于 对吧 后面 我购物出现了 很大的困难 但这个都 和亲情相比 这都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回来呢 我们又去了 好阿姨 也就是说 翻译过来 叫夏威夷 我们又去了夏威夷 去夏威夷呢 看了看草群舞 那个时候已经出来 有大概二十多天了 然后呢 在夏威夷的街头 我看有 有几个不三不四的女的 在那 在那街头站 然后 走过去的时候 她就看了 我说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 我说 我说 你要是干嘛 你招呼我呀 你说 你过来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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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或者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呢 我才明白 说 按照当地的法律啊 说 人就是 男的主动问你 这合法 你要是主动的 攻男的 你就违法 旁边就警察 警察就看你 就如果你只要做这个动作 或者主动跟男的搭讪 就你这样的人 直接 按走 但男的过程 hello hi what's your name okay oh where do you come from miami oh miami oh 热火 basketball NBA good come on baby let's go go to the beach oh we have a swimming oh 这个呢 每年有三四百万人 要去下围一度假 啊 就像咱们啊 没事去南带河 北带河 长官 陪我啊 日本那时候有钱 那么呢 有一波啊 是日本年轻的女子 啊 他们去那儿啊 短期 比方说高中生 高二 高三的啊 或者大一 他们结伴 他们不带男的去 啊 因为因为也没有男的喜欢他 他们不带男的去 他们就四五个啊 五六个啊 女的一会儿 啊 女孩一会儿去了 去了之后 干嘛呢 就是去那儿一个礼拜 五天 或者六天啊 干嘛 就找男朋友 啊 找男朋友 哎 找男朋友 所以呢 就我 我在那儿待了五天 每天呢 我都去那个 那海滩 晒太阳 埋在沙子里边 呃 然后 游泳 游泳 然后呢 我就第一天去 我就看见四个女孩 坐在那儿 日本的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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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就在那儿啊 聊天啊 第一天我去啊 然后呢 嗯 我去简单聊一聊啊 日本的啊 来了 高三啊 嗯 那个什么 学生 然后到这儿来 干嘛 找男朋友啊 男朋友 但是没 没有戏聊啊 我看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 四个就上三了 就上三个 嘛 四个就上三个了 其实有一个 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应该是最漂亮的 没了 没了 我说 哎 哎 嗯 hey john Worc 老公 哦 ton 哎 harbor ICK 哦 sits 然后他在那儿 然后 好好看 wilco alors 所以我喜欢 后一 bump 好 大家 Freedom 哈 aa Exercise . 然后又简单聊聊,第二天,第三天我去就剩俩了 我认为排的就是里边最丑的一个没了 最丑的一个没了 我就问他 诶, where? 日本的女朋友 是不是里面是,他们不是比方엿女朋友 dla headline或者 ERN言,他们就是黑人排第一,欧洲人排第二 我认为那也行 然后呢 这个第3第3第4天 第1天第2天第3天第4天 第4天我也去 我一看就剩一个 就剩一个 那个也没有 我问 Hello Your friend 走了 South America 南美人 跟一个南美男朋友走了 or It's just only you here Yes Only me You are single I'm a single too Your three friends All have boyfriend Right Yes I'm I I can I You I Yours Hours Hours Okay That Then No I don't like I don't like Man from Asian Oh I I'm You know I'm ABC I'm China I'm Chinese But I was born in America You know you can My English Haha He 他说 别吃个方法独造 你不是 你就是中国人 我说是 但是 你明天 Tomorrow You will go back to Japan Japan Yeah A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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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Three Friends All have boyfriend And They Can talk a lot of his Their boyfriend But You You Have No Boyfriend But I can I can 但是 他最后呢 还是 没有 他说了一堆 我没听懂 但是 我翻译过来 应该是四个字 命缺无赖 应该是这样 反正最后呢 就是 他就孤零零的 但是 时隔这么多年过去 我 我真的 从我内心角度来讲 我非常佩服 这个 这个 就是最后 这个 剩下这个女孩 真的 就是 落日余晖 在 在这个 夏威夷美丽的海滩 落日余晖当中 大海泛着灵光 然后 这 西洋西下 在沙滩上 孤零零的坐着一个 十八岁的 少女 他 满 满眼 仍然 Eager to to find some something 就是 他还是很渴望去 发现 有男朋友 他的身边 很近的地方 蹲着走 也就一秒钟 坐着一个男人 但他 不畏所动 我觉得 这是好女孩 就是 就是一份坚持 和支持 虽然说 我 我就这样一个人 对吧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但我能够客观的 评价 他的选择 是对的 我支持他 我支持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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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个 这是 多少年以后 我仍然会 会回想起来 然后 我们就 那个 因为 就是 我们就坐在那 我们感觉好像很近 但是近就是远了 远了 就是近 是吧 但是 仍然 我当时内心 只有一份 崇敬 我觉得这是 这是好女孩 对吧 他并没有说 人就是这样 不能凑合 不能凑合 不能因为别人 都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 你 你也费很大劲 你一定要去跟别人一样 为什么 对吧 那天有一个解说 人家那个解说 这么说的 那个 多专业呀 数据 我他妈心里话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 为什么呢 我搞不清楚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人好 我就必须得去 去向你认为 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为什么 我活着是为你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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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不要指导我的生活 我说我要出一本漫画书 跟一个朋友一块 有一个哥们留言 你连费那么加耽误功夫了 你就好好说求吧 我跟他留言 是兄弟 不要试图指挥我的生活 你没这个资格 明白吗 我法律范围之内 道德范围之内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要指挥我 你不应该做这些 你应该 大哥你应该干嘛呀 你应该闭嘴 明白吗 你得有资格 你不要去要求别人 去怎么样生活 你先把你自己生活 给规制好了 行吗 大哥 你说我说的对吗 我说的对吗 你说是不是 对吧 你说我就不明白 完了呢 这件事情就是 总共就带着深深的遗憾 从夏威夷回到了北京 再去夏威夷的 再去美国 救手完了 夏威夷回来 整个路上 我就听说了 报社有一些矛盾 是这 这边和那边 那边有老大 太上皇 这边呢 好像也有点想 干点什么事 推翻旧实力 反正两者之间呢 因为权力呀 利益呀 有点啊 好像水火不容 哎 有点水火不容 这个当时作为一个员工 自然呢 会比较关心 说你这样 这么弄起来 乱了 怎么办呢 我这刚每个月 挣七千多块钱 挺好的 没出报纸什么的 影响挺大的 怎么认 这要是乱了 怎么办呢 好嘛 从美国一回来 这就真是乱了 啊 这么说呢 就报社 有时候敢跟白色恐怖似的 啊 分两拨人 也分不清楚 谁是谁的人 反正这拨人 暗中观察那拨人 那拨人暗中观察这拨人 啊 反正这 这就剑拔弩张 啊 反正最后就 愈演愈烈 这边要独立 明白吧 那边不行啊 就势力啊 反正中间反正就干 啊 怎么干 反正会上吵啊 然后底爷呢 使伴啊 各种举报信啊 还得签字 让我签了好几个字啊 联合举报 哎呦 整大了 弄白弄去啊 弄不清楚啊 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一天正开大会啊 这家伙就突然间吵起来 吵起来之后 那边 啪 啪 几个包啊 啪 推门就进来了 咔呀 我就把人给架走了 当时我们 哎呦 我去 这 这什么事啊 这是 啊 就是 和平年代 光天化日之下 那演变 宫廷 宫廷的政变 我那感觉 当然就是笑谈啊 十几年前的事 我这么说呢 其实也就是 一笑着过 现在就是很好啊 后来又重新合作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 谈笑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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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 我就是 这种 这种感受 我觉得 我那天 我就忽然间觉得 这此地不可久留 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赶紧撤 我就撤离了 自己去做报纸去了 这就是1999年前后的事 1999年呢 当时我这个 对 然后自己去做报纸 比较辛苦 也曾经一度 我做得不错 卖个十几万份 然后网上有黑 黑 黑我的材料 那孙子 顺义的 已经被锁定了 后来 说逮不逮他 我说算了 饶他一命 就是诽谤 造谣污蔑诽谤 侵犯名誉 我就想算了 真的 真的 我有时候人 比较稀朗 精神病 你要黑我七年 是吧 后来我就离开了 这个报纸 看啊 等哪天我再给你讲讲北京电视台的事 好吗 挺有意思 乐视的事呢 我一般不会压 我有个承诺 我能说的都属于谭笑间 没什么 都过了很多年了 不能说的 我就不会说 但是呢 就是人哪 得有一个相互的尊重 这很重要 你的目标是哪 你的目标 就是还在远方 是吧 所以你有些事情过于纠结 没有意义 今儿有一哥们儿 董哥 你失业了 哥们儿 听我 第一 第一 我从现在开始 我什么都不干 我过去这么多年的努力和辛苦 也能不会让我饿着 不会让我家人饿着 但是因为我生活标准也不高 你也能看出来 我这衣服都没有三百块钱以上 对吧 第二 你觉得 你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是大多数人是为了挣钱对吧 那好 如果说我 你把我算作说 我要是挣钱 对我来讲并不难 真的并不难 然后我要开放 说我这一直播直入 一万块钱一晚上 能排着对 但我这个价不是这个 所以 并不多 但是有一天说 我不行了 我没钱了 好 一万块钱 好 那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对吧 我就一万块钱 那就排着对 三百六十五万 三百六十五万的钱 从昨天到今天 对吧 它不是那个意思 是吧 打不开 对 还真是 讲讲德国老娘们的 德国老娘们的 我再讲一遍啊 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讲 讲的时候吧 它还有一些不同 就你即使听过的 当然了 它有 因为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心情 因为有的朋友 可能也没听过德国老娘们 今天我就讲完德国老娘们 咱就休息 行吗 话说呢 那应该是 也是应该是1998年四五月份的事 99年 应该是1999年四五月份的事 当时呢 杨陈呢 是在法兰克福 德语叫Frankford 当时呢 法兰克福啊 在德甲 德甲呢 叫Bunderslager 正在保级 还有一个呢 叫周明的 在曼海姆 在德秉 要升级 当时呢 我认为这两个人 因为都是北京出去的 土生土长的球员 一个要升级 一个要保级 大事 所以呢 当时我决定呢 只身前往德国去采访 果不其然啊 我去了那儿 先到曼海姆 跟着周明 升级成功 紧接着 我们俩又转到法兰克福 看了杨陈的法兰克福 最后一场对 凯格斯劳腾吧 那比赛 当时啊 国内记者 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 现在新浪 还有很多照片 是我拍的 一块呢 见证了法兰克福 神奇的宝鸡 五比一 杨陈打进第一个球 然后当天晚上呢 我们就聚在这个杨陈 那个院子里边 你还记着 我有一张照片 是光着榜子 带着墨镜 带大金链 就洗澡的时候能飘起来 记什么 那照片 看过吗 看没看过 看过吧 那张照片 是周明给我拍的 就是当天晚上在杨陈 住的家外边 那因为五月底嘛 天气也很热 然后大家一块烧烤 来庆祝法兰克福 保级成功 那给我拍的照片 紧接着呢 写了写稿子 又待了两天 我就准备启程回国了 回国之后呢 回国的时候呢 没有直飞的航班 也可能为了省钱 反正总言之吧 我是先飞到了奥地利 关于奥地利这一段呢 我已经讲过 你不行啊 你回头去找哪辆车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澳航啊 就是不是说 不管我 我晚点了 他不管我 马上我后来距离力争 后来呢 我就再给我出钱 我就在那住了一晚上 奥地利维也纳 我住了一晚上 我就第二天 我又翻回来法兰克福 翻回来法兰克福呢 我就因为有五六个小时 等飞机 等回中国的飞机 没事呢 我就嘚瑟嘛 就去了赌场 就是机场里边 有一个casino 也不大 玩了一会儿呢 就输了大概就二百美金吧 就输了 我就 当然赌场里边是免费提供水 哥们喝了一水宝 特乐 雪碧 什么 美年打 七喜 喝了一水宝 我一看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说 找地儿待会儿 在这个法兰克福机场里边呢 有酒吧 有酒吧 我说在那抽出烟吧 我进去的时候呢 我一看旁边有一个外国人 跟那抽出烟的 旁边底下也没有什么水 就在这儿坐着抽出烟 我一想啊 那这地儿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坐在这儿 是吧 反正也人也不多 也没什么人都 我就找一边上的椅子 我就坐下来 我就 抽出烟 我这儿 第一口坐正往外 刚想吐的时候 嘿 老板娘 垮垮垮的走过来了 No Please 抽一菜单 Please 他那意思就说呀 我能明白 让我点东西 I just drink more So many softer drink You know 我跟他说你 我刚喝完很多 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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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nk No smoke What's up 是不点东西 不让他在这儿抽烟 What's up Just one OK Please do me a favor OK And yes No So much drink No No drink No smoke Please look at there There is a man He is smoking I don't I don't think He have a dream He is smoking 他我说 那儿有一人 他在抽烟 他没喝东西 那女的看了眼 没有看看我 No I just talk to you No drink No smoke I know I know Because I'm a Chinese Because he's a foreign European We're the same But you But you Like he Smoke here You don't like me Smoke here I don't know why Please tell me Only because I am a Chinese You还不听我解释? No Please No drink No smoke 我的耐心 在这一刻 尤其是刚刚在赌场输了两百美金之后 我那一股无名火 在这一刻 At this moment 被点燃了 OK Madam Listen to me You say No drink No smoke here Right? Yes OK Now I need some Coca-Cola OK 我拿出了一百美金 Please Give me One couple No One hundred dollars Cocococ 哥们跟着他去了 他转身拿钱走 我跟着过的吧台 他要给那吧台里面那小伙子 让他给我打 他那是打的可乐啊 吃一点 一杯 一杯有半杯墨子的那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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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Please You help me OK One hundred dollars Cocococ OK 大概齐啊 我没记错的话 不是一块五一杯 就是一块七毛五一杯 一百块您除去 六十多杯吧 六十多杯可乐 老板娘 哥们儿 吐着圆圈 烟圈过去 正好包着老板娘的头儿 军酒不散 啊 军酒不散 六十多杯打完了 I am Chinese I am not fridgeman But I tell you I can pay for this Coca-Cola And I Smoke he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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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他妈真喝不下去 他打可乐的时候 就那水声已经让我膀胱快爆 但是我当时不能去厕所 我他妈守得住是英雄 守不住也得是守得住 我必须在这我要亲眼看到这一幕 再憋的话我也不能走 我那个时候我就坚持 我喝不下去了 我开始 拿起来一杯一杯倒掉 当然他的面 可是倒的那个声音 他也是水声 我当时我真的特别想尿尿 但是我必须得保持住我的身态 特别淡定 刚毅 刚毅 坚韧 勇敢 顽强 自强 自尊 自爱 自贞 自也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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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严 努力 隐忍 忍不住就干 这就是德国老娘们的故事 有人会说 你啊这事还当好事说呢 你不觉得你有点丢中国人的脸吗 我想说的是 我操你大眼 我认为 在那一刻 我只在乎我的脸 偏巧 我是中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着了 再给我看看你手上的背包 我不想去触碰你 伤口的疤 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 斑马 斑马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 为我打开啊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夜深人静了 高潮就不畅 好了 这是大年二十九 我天哪 说了两个小时 本来今天只是想打个招呼 因为有两天没发车了 但没想到能说了这么多 能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看 这个世界给自己更多的一份轻松自由 有人说你不好看 不好看就不看 谁也没逼着你看 你说对不对 人说这太长了 大哥太长了 你就看二十分钟就别看了呗 老给自己呀 没事添那么多烦恼干嘛呀 对不对 随性一点 好吗 放松一下 这还有就眼瞧着就是大年三十是吧 十二点零点到了 在这呢哥们懂路啊 祝各位春节快乐 喝假快乐 欢乐啊 一定要平安幸福 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能够快乐生活每一天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并不容易 因为实话讲 我也过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日子 我都能理解 春节在家呢 平常在外工作的 多跟父母交流交流 有时候父母唠叨叨呢 要以我的经验 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也听不进去 但是后来我能理解 就是我当我为人父的时候 我才知道啊 父母对自己是真正的关心 哪怕可能会有一些过渡 或者是有些渲染啊 别呢 你回来的时候一家人第一天很亲切 过了三天就不说话 到第五天就吵架了 到第六天恨不得就赶紧离开 作为儿女 你离开了 再见 会有很长时间 珍惜每一天 何家欢乐 哪怕就是编一些瞎话 让父母开心都可以 好吧 你是总经理助理 你到你爸妈呢 你说我是总经理 可以 我觉得善意的谎言吧 好吗 你说你是个部门经理 你就说你是副总 往上往上走 逢人减碎欲物加钱 一见是你隔壁张的妈 啊 张的妈您这 您今年得有三十了吧 您一听五十八的 您一听这多开心 是吧 买一挂鞭炮 是吧 您这鞭炮贵吧 那一万多吧 三十多块钱 你这一听 多开心 是吧 一定要快乐 明白 那个 好吧 就这样吧 明天大年 这已经是大年三十了 啊 可能 这个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咱用什么样方式交流啊 春晚的我看啊 咱们看看 一块交流交流 好不好 谢谢啊 再见